从二等兵到上将的阿扁首任世卫长于连发 2024年1月13日台湾将选出新的总统 也将挑选新的世卫长 2023年12月31日 星期天早上10点到11点 有梦上水第157集励志节目 特别邀访2000年首次 政党轮替的首位总统府世卫长于连发 分享他是出自唐飞院长推荐 却仍在交接过程 被酸带枪投靠 总统府原本还有上将参军长为何被修法废除 总统府世卫长的执掌与全年无休的工作性质 见证首位政党轮替总统办公室的摆设与改变 与首任副世卫长彭胜竹及三位武官又如何分工 转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 话说 戴玉农先生纪念馆 宪兵司令任内面对2004总统大选的选后纷扰 如何因应 身为宪兵司令对所谓七日柔性政变之多少 政府迁台后 唯一一位从一五一二等兵升到上将司令的人 五年内从中将晋升上将是坐直升机吗 还有首任政党轮替的侍卫 长辈政治追杀与迫害 心是谁人之 于司令也是国军中少见 在退役后选择从事务农的上将 最后再分享佛堂旁听观察 五年后 六十四岁退役求道 夫妻同修度人的心得